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未订阅我们的频道 可以订阅一下 按旁边的小钟 那就不会错过这影片了 另外也可以上我们的Facebook 给个like我们 就可以在Facebook里面看到我们的最新资讯了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自家兄弟频道 我是阿汤 这次大家看到这个封面 可能会觉得自家兄弟 难道要教你做些违规 如何在保税区这边过夜 其实这个标题坦白说 是有些小标题来说的 大家不用响我 第一我就不会教大家 大家买公寓买社字楼 怎样去找些洞洞洞洞的位置过夜 但是如果你是买到保税区这边的住宅 就完全不需要说违规 违法 即是走漏洞位等等去居住 因为保税区这边是有住宅 虽然少 但是你买到住宅之后 你真的要在这里放租 给人住 或者自己住在这里 都完全没问题 在介绍楼盘之前 都说多两句关于保税区这边的法规 我预理有机会看了 前两天的影片 就关于这边有个叫 负力优派广场 原先就说是签了给一间酒店 会做酒店的形式去经营 但是最后酒店就说因为疫情影响 以至说海关就不让人在公寓过夜 变成经营不到 但是其实他那篇声明有矛盾 因为第四点就说由短租变成长租 即是说暗示又可以住 这个我不深究了 因为有观众发现 第二点就是四点其实有矛盾 我们自己之前看到也觉得是 反正就是海关出过一些声明 就说这一道的公寓 其实都是版公性质的 理论上过了夜晚某个时间之后 是不可以再有人留在这里 也就是暗示不可以过夜 不过也有另外一个说法 就是说其实也是只眼闭 仍然有些人住在公寓里面都有 我们不会深究了 反正今次要介绍的这个楼盘 四季都会是真的有住宅的 是宝税区里面极少有住宅的产品 对上一个都已经是好几年前 已经是入货的一段时间 就叫做狼琴湾 今次这个四季都会 坦白说价钱就不算特别便宜 你可以当是一个资讯影片了解这个楼盘 到底价钱能否吸引到你 再看 因为现时 环琴里面 一些的住宅产品 其实都说可能是四万多元 到五万多元左右 如果你说外面的保税区 现时我们这个四季都会这样计 大概三万五到三万八元左右的水平 当然你说你本身都不太喜欢保税区 你也可以考虑十字门那边 因为华法在那边有个大盘 可能大家都知道 华法四季 如果那个项目都有住宅 你也可以考虑那边 所以没什么所谓 如果你本身对保税区这边住宅 感觉一般 这条影片你纯粹当一个资讯影片 也没所谓 这个项目是由三大发展商合力打造的 包括了万科、华法以及玉肺 打出来主要是用万科品牌为主 兼且物业本理公司都是万科的 整个楼盘 很大的地盘 综合体的形式去发展 当中住宅是有11栋的 现时主力就在买D2和D3栋 各自分别是两梯五湖和两梯六湖 24层去到27层左右 面积段方面 分别是79平方米去到99平方米 它做的户型 79方都可以做到三房两围 如果99方就是四房两围 现在我们交给Panda 带我们去这个楼盘看看 大家早上好 今天多谢我是Panda 今天大家来到了湾仔十字门保随区这一边 我们现处于十字门的华法商都 今天来看一个由华法、曼科和旭辉 共同打造的一个都会四季 曼科是负责气楼和物业 华法是负责拿地的 旭辉也是打造圆林的 他们打造的这个盘 实用率高达90以上 而且都是一些刚衰房 有79、89和99的三房到四房 不如去看看它 我们去拍摄当日 基本上这个项目的室友中心 是相当多不同的代理位置参观的 当中也有些代理带了客人过来看楼等等 其实由于这个项目是三大发展商合作 包括曼科、华法和旭辉 各自负责不同的部分 我个人就挺喜欢旭辉的一些设计等等 华法本身也是珠海非常有名的发展商 很多本地人都对这个品牌极之有信心 所以你看到现场基本是属于座母虚值的状态 事不宜迟我们听听现场人员的介绍 我们现在在都会四季的燃烧中心 我身边这位是发展商的专业销售顾问阿妍 大家赞个嗨 Hello 现在麻烦你帮我们介绍这个项目的开放 好啊 这边走 我们现在展厅的位置是在十字门这个位置 项目在这边 门前就是珠海的主干渡南亚大渡 在我们展厅这个位置 过去的话 大概都是五分钟左右可以到项目这边 因为目前南亚大渡是正在做的 所以我们现在行回项目这边 需要行回程旅路过来 大概都是八到十分钟左右 我们项目所在的片区 叫弘琴的新中心的核心区 加上弘琴本岛和洪湾 包括十字门这边 就统称为弘琴一体化的一个大一个范围 我们是一体化的最核心的位置 对面就是弘琴本岛 那我们和弘琴之间的话 是通过两桥三隧道来行连接的 第一个就是弘琴大桥 弘琴隧道和弘琴二桥 包括以后会做的 亡洲隧道和十字门隧道 那我们最接近的就是弘琴隧道 弘琴隧道一出来的话就是我们的项目 非常之近 三分钟左右可以去到弘琴本岛 十五分钟可以去到弘琴的各个片区 那行连南湾大道往东边大概是五分钟左右 可以来到我们现在展厅所在的十字门画法山都 大概十分钟左右可以去到南平的画法山都 十五到二十分钟左右可以回到珠海的市区 富华里和九州道那边 那往北边可以接入我们 港珠澳大桥的延长线的六桥点 大概是1.5公里左右 是这个位置 之后行回隧道去人工道 再行港珠澳大桥到香港的话 全程是五十分钟左右的时间 那往西边就接入洪湾立交 如果行港珠澳大桥的话 三十分钟左右可以去到珠海西部城区 比如说金湾区、岛门区那边 那再往北边就跟我们全国的高速路望 连接在一起 可以去到好像广州、深圳那样的地方 大概都是一到两个钟左右 那往南边的话 就是行到弘琴二桥、弘琴大桥 可以连接弘琴本岛 包括我们来得最近的十字门 就是城轨站十字门站 大概是1.5公里左右 城轨站已经开通了 已经通到长龙站 二、三年左右 金海大桥通了之后 我们可以在二十分钟左右 去到机场 本岛是分为四个地块来开发的 第一个地块是我们集中式商业所在的地方 印象城 上面有两栋常怪的一个住宅公寓 B地块是我们幼儿园所在的地方 我们拥有一个十二个班公立幼儿园 是由首都师范大学来进行管理的 之后有两栋住宅 C地块是五栋住宅 D地块是我们目前在售的地块 D地块 目前所售的是D2和D3 这两栋 D1和D4和D2已经卖了 上月刚开盘已经清货了 我们现在买的是D2和D3 D2是总流层24层 两栋5栋24层 D3是两栋6栋 总流层27层 目前在售的 我们现在在售的户型有79的2加1磅 89的2加1磅 99的2加1磅 我们分布位置主要是D3 这两栋2、3、4、5 这几个单位 都是潮南的 2、3就是看西南向 东南就是4、5 89主要是D2 D2的2、3、4、5 都是西南东南都有房 现在暂时都有房 99的话就主要是D3 D3栋的这条区 06栋房和01栋房 一个是西南一个东南 我想问一下 我看到我们这个模拟 好像是旁高座 对啊 对啊 我们跟传统小区有些区别 因为整个项目都是台高座 4.6米去做的 我们一层不是负一 是我们的停车场 从二楼开始 就是我们的入户花园 就是我们进来看到的整个 是原来做得比较好一点 进来的入户的体验感 相对于比较好 3.5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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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负责花园的感觉 是负责花园的感觉 是负责花园的感觉 再问一下 就是你们的交流时间 我们的交流时间是在2023年下半年的交流 下半年的交流 下半年的交流 这个有余都是同时交流 是 就是投入使用 是 我想再问一下 就是 现在我们这边就是一个商业体 它有一个公园和商场 商业体就是集中式的商场 这边会有自己做的园林设计 因为我们旭徽做的设计是做得比较好 所以我们小区的绿化率是去到35% 我想再问一下 因为现在主打都是一些光吹户型 可以说 实用率去到多少 我们的实用率是可以去到九成以上 因为我们79平方可以做到三房、两厅、两位 都是整个珠海仅有的 四面积可以做到这么高的实用率的园林 在市面上都比较少 我想问一下 就是你们后期会不会还有其他的园林推出呢 没有啊 我们总共就是四个园林 之前有些细绩单位65平方 但已经卖光了 因为它只集中在这个位置 这条腿 在B2栋 就只有B2栋 已经全部卖光了 即是已经沽清了 所以现在主打都是一个 七十九、八十九和九十九的 这三个会认的 是 那现在这个售价、均价是多少呢 我们的均价呢 目前是在三万七左右 三万五到三万八左右 都有 如果是朝向好一点的话 老层高一点 可能会到三万八、九 是 大装修交流 装修交流 好 我想再问多一下 就是我们香港的朋友 或者澳门朋友 可否做到这个直态或者按揭 可以做到的 是香港直态还是澳门直态呢 都有 澳门的话 澳门的工商银行 香港的中行 因为现在还没准进 可能会迟些 迟些 现在比较确认了的就是澳门的工行 工行是可以做直态的 如果说香港朋友的话 就是比较什么的话 都是可以 就是澳门那边去签 都是可以做到的 是 那利率大概是多少 知不知道 利率呢 都是手套在珠海没有买过楼 就三点二五 三点二五 按最低 那如果是 达二套呢 二套就按大陆的利率 可能去到五点多 那我们了解都差不多 我们去看看那个示范单位 好啊 Babie走 那现在大家来看一个99方 一个3加1房的一个 环厅设计示范单位 是的 那它这里呢 一样都是一个 降制的一个防火防导门 接着带一个四盒一个智能锁 是的 可以了 这边呢 也是带到一个 一键开关 但是这个空调呢 就是没有的 那进到来之后 门口 后面这里呢 是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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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环关柜 那这个环关柜的话呢 它这边带到一两个镜 但是呢 这个不是交标 交楼的时候呢 它是这个 櫃木的 就没有这个镜 那我们 打开之后呢 看到里面的开架呢 就是放一些杂物吧 放鞋的话 就不太见 因为它尽心不够 放不到鞋 你除非是 打横去放 但是打横去放 我觉得这些都不太好放 是的 那这里上面也是有的 有一个三层 也是可以自己去放 这个调整高低 下面两个拖肚位 再打一个三层鞋柜 是的 那我们在鞋柜的 对面这里呢 是有一个客位的 一个一分二 那洗手匙拿出来 可以回到家后呢 可以先洗手 再回家 因为现在疫情期间 都是一个 卫生 和一个安全健康的角度 去想过 都是不错的一个设计 那这边也带到镜柜 对 三开的镜柜 哎 哎 不是啊 一开就 直到中间 两边是开不了的 那FOLLA的洗手匙 还有这个一体化的洗手盆 这边是一个磨银的马桶 加插座位 这边也有一个淋浴间 淋浴间的话 开间也说是不错的 FOLLA的FASA 头顶这个也是膠标 带到窗 好 我们现在进来 到这里 这里是有一间客房 那这间客房呢 它是放了咪五床的榻榻 它这个飘出是全赠送的 那这边的话 你就可以做一个衣柜 即是 它它没延伸床头柜 再连上衣柜 在这个位置的话 整体来说 比较紧臭一点 这个空间 然后进来 因为它是横厅设计 这个大厅 就是一个 尽心是一个 六米乘四米二 不计圆关位 不计圆关位 就是从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到厅那边 计算是六米 这样 有一个四米二 这个餐厅位的话 带到飘窗 所以说 这个餐厅有一个通风问题 就不用担心 这里是放了一张 六到八人的一张长条的餐桌 所以说这个容纳性 也是非常高的 这边是一个厨房 厨房是做了一个L字来设计的 带到一个窗位 热水器预留位置磨银 然后这里是一个磨银大 单池洗手盆 带一个磨银的抽拉式水龙头 然后方太两件套 一样 超约碗贵是没有的 自己去买 然后这里预留了一个商海门冰箱位 对了 商海门冰箱位 这个位置的话 都OK 勉强去用得到 可能就是炒菜 如果在外面的话 就会有点阻止 然后上面这些厨柜也是交标 对了 不过这里就是厨柜下 是没有做到这个灯带预留的 对了 没有做到灯带预留 那这边呢 就 为什么这里会有一个这样的櫃 这个櫃也没有放过一个层板 所以有点奇怪 这个听一样 天花的话 就是这个吊顶灯 但是同灯是有的 但是大灯就是没有的 中央空调也是没有的 那我出到这边阳台看看 那这个阳台呢 就是一个三米六 成一个晋三米五 在右的一个阳台 这个阳台相对来说 我还是够用 挺好用的 那这边呢 遇留一个洗衣机位 我们可以做一个阳台柜 也是有位置可以做得到的 对了 在厅的这边 是有一个 可以做到一间书房 对了 这间书房 也带到飘窗位 那 它这里呢 这个门口这么大 就不是胶标来的 胶标上门口 会小一半左右 那如果说想这个厅 提升更加大呢 其实你可以把这个门做大一点 甚至做一个堂门 整个空间就会开阔很多 对了 那来到这边 那这边呢 是有一间阳台部件房 我们叫阳改房 那这一间房呢 它面积就是赞送一半 那这一边呢 是胶楼的时候 它不是长堤 那这个二地阳板间 它是一个长堤 胶楼的时候 这一边是有一个窗的 那这边有一个窗 那这间房呢 可以做一个儿童房 或者是做一间客房 都是没问题的 那再进来之后 这边就是主阳房 主阳房一样 都是有一个干湿分离的 是一个洗手间的 交标和客位一样 那我们往这边走呢 这个就是一个主阳房的一个休息区 放一张米8的大床 加一个晋深60公分的这个衣柜 是的 这个木地板都是交标来的 所有缝隙都是木地板 然后带到一个超大的一个飘窗位 双层中空隔音玻璃 这些全部都是交标 那这个99方的实用性会高很多 那它的总价的话 大概就是一个370万左右 那我们现在再来用第一身的视角 看多一次这一套99方 3加1房两位的示范单位了 其实呢 它虽然面积开到小小的 但是整体开析方面 都的确是值得一赞的 那当然呢 继及这个单价到底 喜不喜欢呢 都是看回每一个买家自己的考虑了 现在大家可以听着音乐 慢慢欣赏这套示范单位 没有很多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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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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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